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有一位比我们早一周回到合肥探亲的公大同学 他们是去回合肥安徽 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现在回国和过去不一样了 要尽早去公安机关登记报备 我们经过三十多小时的旅途辗转劳顿 到家也是夜里十点 由于时差 还有第一次回国 新冠以后时隔多年 有点激动 都快天亮了 也睡不着 那就是时差 然后同时 这个主人公 因为应该是个女士 她母亲九十岁了 她自己应该也得在六七十岁了 她说就开始心脏出现问题 然后就赶快吃心梗以后 医生开的那些药 然后量血压也是血压高 后来又吃了安眠药 才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一觉醒来 又头昏脑胀 一量血压高得吓人 然后到了当天 它是前一天的十点 那么到了转一天的傍晚 就开始感冒流鼻涕 然后吃了很多药 然后夜里还呕吐了一次 四日早上 我先生问我好些了没有 能不能走动 他到了四日早上 就是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 他是前一天的晚上十点到的 那么他说 我到了转天的傍晚 他一宿没睡 有时差 转天傍晚 又感冒流鼻涕 又吃药 然后夜里还呕吐 那么再转过来一天的早上 我先生问我好没好 他说我知道 他担心到公安机关登记报备的事情 就赶快全副武装穿戴起来 冒着寒风 去我们所在的叫县桥派出所 到那里才发现 这个派出所已经撤销了 和另外一个派出所呢 叫逍遥金派出所合并了 要到那里去 然后我们又往那里赶 中途呢 还沿路打听啊 因为好久没回国了 也不知道那派出所在哪 然后艰难的翻过了一座人行天桥 终于找到了逍遥金派出所 登了机报告了行程 出示了护照 入境刷护照 拿的小票 机票 地铁票 高铁票 留下住宿地址 母亲姓名和家人联系电话 他们还复印了我们的护照 然后呢 我们就一步一挪的 艰难回到家 我松了口气啊 以为这就完成登记了 哪知道 这才是此后多日受凌辱噩梦的序幕 那么他说了啊 此后多天多次被叫到公安机关 因为他们说我们去登记的时间已超过到家24小时 有两天 其中有两天 那我们夫妻俩分开单独被带入一个无缝铁门里面 在深深的走廊尽头的小屋内严厉搜身 命我脱外衣脱鞋 摘一下身上所带手表等物品 掏出口袋里的东西后 警察先上来用手掏摸脖子 然后呢 又搜身 然后用这个一个仪器扫描在全身 有两天被逼站在一个有标尺高度的黑墙前面 就是进派出所 就是被拘留的那种 有那个程序站着身高那种 然后正面侧面右面都照相 第一次搜身照相后被带入另一个小屋 带有这个手铐脚铐的审问席上受审 其实这套程序啊 派出所很坏啊 他不告诉你 他其实这个呢 就算是给你例行一个你涉嫌违法的 涉嫌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么一个程序 审讯 他们叫审讯 叫训问 不是询问 中国的说法呢 询问 咨询的 不是 这个咨询的询 询问可能询问证人啊 什么事 他如果说训问 审讯 或者叫这个传讯 这个就是把你当犯罪嫌疑人了 他们的说法就搞这个文字游戏啊 所以呢 他说 带到那个小屋里 审问 然后呢 我先生 这个带到小屋里审问 然后呢审问与此次回国探亲毫无关系的问题 我先生出来以后请求他们不要让我坐在那个有手铐脚铐的审问仪 告诉他们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啊 有心疼 做过手术啊之类的啊 应该是啊 会受不了这样的凌辱 所以呢 我在没有手铐的凳子上受沉 审问以后 警员指着审问记录啊 上面有一处让我签字 我快速在他手指上方瞄了一眼 看到审份记录上写着 入境后 未到公安机关报备 被公安机关发现后 传讯至公安机关 我质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发现我们的 你们是怎么传讯的 这完全是捏造 是我们带病主动多次打听 找到你们这里来报备登记的 我在他们的审问记录的这两句话上打了几个叉 拒不签字 我先生后来跟我说 看都没看就签了 相信这点小事公安机关不会造假 那些天我们不是被叫到派出所 就是被要求每天给警员打电话 周末也是如此 我们的护照多次被拿去 不知被复印了多少次 在他们一次次厚厚的文件上 签字画压 红纸印 后来呢 我在那些文件上还看到 他们写着 他们审查了我们的历史资料 没有查出我们的犯罪记录等等 真是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 他们还出示了其他人的材料 说某某人没及时来登记 被罚款七千元 某某人被罚款一千元 给他看 跟他说 你看别人都罚过 然后呢 其中有一天 他们还开着警车 闪着警灯 进入我们小区 在小区门口让我们签字 又在一本厚厚的文件上 不知签了多少字 按了多少手印 可能是由于警灯闪亮 我们签字的时候呢 小区周围和门口聚集了很多人 完事之后呢 有一位我母亲的老同事 在周围问我怎么回事啊 这是 然后呢 我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 回来探亲 要登记报备 他说呢 哎呀 现在回来看望父母 还要这么麻烦呀 说后面啊 直到持合法签证 合法入境后的第十天 我们又被教导机关签些字 这次拿到了合肥市公安局 卢阳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之前那一套 就是把他当犯罪嫌疑人了 这不是行政处罚来了啊 决定书说 我们属于违法行为人 说是据他们查明 我们于入境以来 未按规定到居住地派出所 进行居住报备 我说我们是带病主动来 找你们报备 怎么决定书上 还是我们入境以来 没到派出所报备 这不符合事实啊 警员说这是固定格式 不能动 我先生说算了吧 签就签了吧 不然回美国以前都搞不定 我们就像前几次一样啊 又签字又有话 又摁手印啊 我们走出来之后呢 又给我们打电话 说我们那签的不对 又把我们叫回去 又签了一遍 至此噩梦出庭 这件事就算完事了 入境后的第十天了啊 这事才完事 还给他们一个行政决定书啊 违法行为人 那么他后面呢 感慨啊 不知多少人千山万水 去尽孝 父母床边降横祸啊 不知如何废除 这样荒唐过分的法律 我们的父母 以及其他亲朋好友同学 来美国住在我们家 从来不需要去当地警局 登记报备 真不知道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制定执行这样的法律啊 我估计朝鲜有这种法律啊 朝鲜呢 什么古巴有没有 古巴没有 好像古巴都没有啊 我朋友去过古巴 朝鲜可能有啊 所以您您别说没有 朝鲜有可能全世界就朝鲜 中国可能有啊 那么他的这段经历呢 在网上啊 也有很多人 下面有很多留言啊 各种各地的情况 比如说有的人在上海的 他说呢 我回国第二天在上海呢 就去派出所登记啊 然后呢 说还比较规范 态度也不错 然后呢 告诉他呢 还有你必须要收到一个官方电子回职才能离开啊 还有的说呢 有的地区呢 是让你扫一个报备用的二维码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报备啊 无需复印护照什么的啊 这是有人有这种说法 那么这个事情呢 法律规定啊 原来中国就有 这是这你别跟他干啊 他原来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 第39条第二款规定 外国人在旅馆以外 外国人也包括这个外籍华人啊 跟外国人是一样的 在旅馆以外的其他住所居住或住宿的 应当在入住24小时之内 有本人或者留宿人向当地机关办理登记 那么他说呢 未按规定及时办理的 予以警告 情节严重的 除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啊 那他刚才说的安徽的罚西签 可能比比这个还多 那不让安徽自己怎么怎么瞎弄的啊 那么这里面啊 确实有这个问题 我2023年春天回去的时候啊 有网友在我那个留言区问我 哎你回去登记了吗 你也是拿外籍护照的 我当时就说了 我没登记 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是各地的尺度不一样 可能我今天说完 下回回去再登记了啊 它各地尺度不一样 而且以前我回去也没登记过 这个就各地尺度不一样啊 我也没听说周围有谁必须得登记啊 可能这就是我范围局限啊 个人视角的问题 那么各地执法的尺度不一样 再有一个呢 现在其实在中国大的趋势来看 各地方政府 你像安徽这种地方 它确实比较严 为什么穷呢 安徽的经济你肯定不如那些一线城市 天津当然也穷 但是天津我不知道这次回去还 如果今后啊 如果的话 是不是就必须要登记了 也有网友可以给我留言啊 您有没有碰到过 其实中国这种法律都有 就是它管不管你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尺度的问题 它是不是严格执法的问题 它如果严格执法 你就是违法 而且呢 这里面就是因为现在各地方财政 差的一塌糊涂 政府亏空 赤字 地方债务 公务员 减薪 所以就通过玩命罚款 你现在推特上有好多上海这种大城市 就是今天我在推特上看见 查那个电动车 有没有戴头盔 好像是 就没戴头盔的余力论罚 有很多普通 普通居民 上海人 骑那小电动车 那他没戴头盔 就罚款 你这严格说 你就是违法 是 你道路安全法有规定 那你就得罚 所以呢 各地呢 就通过这种办法呢 加大罚款 那么 其实呢 各地区呢 是有不同的规定啊 有一些呢 我看到的啊 比如说 有一些呢 是他可以通过手机的这种二维码是可以登记的啊 有一些好像上海是可以的 在手机二维码 你要登记报备 当然你听起来这都很麻烦啊 但是如果你不报备会怎么样呢 我以前听过一朋友说法啊 就是这个他警察的说法呢 就是你不报备 反正就是没碰到事啊 碰到事 可能你这就是个麻烦 严格来说 你就属于违法行为人啊 就像刚才那网友写的 你就属于违法行为人 你回来要求你登记 你为啥不登记 你没有登记啊 你没有在中国登记啊 而且有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些情况 你只要碰上这种去派出所的场景 执法的这种情况 你就可能这个这个麻烦啊 你比如说 就是你比如说你回去啊 跟朋友在这个这个这个外面和人发生口角了 最简单一事 你们吃饭呢 和别人发生口角了啊 可能有有点冲突 啊 叫派所 叫派所 派所来了 就就我那视频的 派所来了 到派所 你你叫慢慢登记 你叫慢慢登记 让你登记护照 你拿是你拿美国护照回来的 你怎么一查 你怎么没登记呢 哎 这不就带着你了吗 发管 要求有24小时 你为什么没登记 这就有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呢 是凸查 我听说过啊 在夜店凸查 凸查酒吧呀 夜店呢 查证证啊 一查到你 哎 你护照 你看你什么来的 在哪登记过 没有 没登记过 呵可逮着了 发管 哎 所以你碰着他们 就麻烦啊 去酒店这类的不用啊 酒店是他去 酒店是给你去报备的啊 就不用你自己报备了 反而住家里的 去朋友的家 家里的 还有那种什么住民宿 好像也不行 现在民宿不接待外国人 港澳台是可以的啊 因为我梅大师啊 就我那网友 那个梅大师飞越美中啊 他有频道 梅大师跟我说就是民宿啊 国内的民宿 外籍不接 不能接待啊 只能港澳台的 好像还得有个什么程序 能接待啊 所以你要知道 中国现在 就这个法律 是一直都有的 我那次 春天那次回去的时候 我是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的原因呢 说白了 我是混的 就是我知道是登记 但是我觉得 而且我确实 我们家那周围 派出所搬走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那归谁管 我就没管他 我就完了 而且我当时 北京天津两地跑 北京天津两地跑呢 你说这个东西 我也搞不清楚 中国的法律怎么规定的 这个各地是怎么办的 你是 比如说我进了北京 是不是又要登记一遍 我在这个 比如我从北京 我去趟杭州 我是不是又得登记一遍 那搞不清楚啊 但是我是那次在那个高速上 被查过一次 从高速上被查过一次 高总路 我朋友开车 他查那个什么 进京证什么玩意的 我给他看了一碗 胡照 那还不是警察 好像是 反正他就到时没问 因为当时呢 中国刚 这个三月份的时候 四月份中国国门刚开 刚允许外国人回来 外国人入境 所以当时可能没这么严 但是现在 你能看到 现在就是各地方 经济啊 财政啊 尤其财政不好的 就找各种理由 就是发你的款 你看他们这两口子 属于合法的 真是合法的 这个良民主动的投案自首 真的是主动的投案自首 你说他在合肥 如果是没登记 我这么说啊 我这么说 是不是也没啥事 我觉得应该没啥事 但是你去登记了 被他查到超过24小时了 喝 正好 要你这份罚款 但是没罚他们 他这文章里写 没罚他们 就是给他们的一个 这个行政违法人吧 给他们这么一个通知书啊 就这么一件事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啊 其实中国啊 搞这个 就像这个 这个法律啊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过时了 出入境 这个24小时登记 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啊 非常过时 这个跟那个 以前那个 清落还是哪儿的 一直就有啊 你到这个地方 户集制 就是把人控制在土地上 你不能自由流动 以前啊 你像这外国人 现在还是这种 不能让你自由流动 其实你入境中国了 不就完了吗 你入境中国 你中国政府还不知道吧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还要让你在那登记啊 你这个政策 已经落后好几十年了 所以你这个 现在还要外国人来 免签什么的 千万别去 千万不要去 没事儿 非紧急 不必要 千万不要回去 交这份罚款 交这份被刁难 被侮辱 反复的噩梦一样的 这种经历啊 如果呢 各位您有遇到过 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也可以大家留言 交流分享 反正我是不会 再去干这种事啊 好吧 今天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 谢谢